这个女人被囚禁在别墅里 只能通过对讲机和外界沟通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演讲台上这个充满自信的男人 男人为了复仇 利用自己精湛的整形技术 是甚至把仇人从男人变成女人 甚至还爱上了他 而所有的一切都得从多年前的一场车祸说起 英俊叔是个整形医生 他的老婆和情婦私奔 却不幸出了车祸 情婦侥幸活下来逃走 而车里的妻子则中毒烧烧 英俊叔深爱着妻子 经过几天几夜的抢救 妻子终于活了下来 就连全身烧伤的皮肤也开始慢慢恢复 每天斜下来的时候 她就会在床前静静守着妻子 从未照过镜子的妻子 被楼下女儿的歌声所吸引 她缓缓走向窗边 谁知却无意中看见了自己的模样 妻子崩溃的大声尖叫 她纵声跳下 死在了女儿小美身边 从此以后小美患上了抑郁症 转眼六年过去 成年后的小美抑郁症已经大有好转 英俊叔未来能让女儿 如露这个社会 故意带她去参加了一场舞会 在这里 小美认识了英俊帅气的男主小帅 情窦初开的两人 手拉手就钻进了小树林 小美在小帅的带领下 逐渐开始放飞自然 然而 第一次通常经过的小美 由于过于紧张 当场就晕了过去 小帅当场就被吓坏了 手足无措的她 帮忙的帮她穿好衣服 骑着摩托车正准被溜走 刚好被赶来的英俊叔撞见 心想着 这小子不是刚刚带我女儿去小树林了吗 并感到大事不妙的她 赶紧去寻找女儿 结果在树下发现了她 小美从昏迷中清醒 由于受到过度惊吓 小美把父亲当成了坏人 拼命挣扎大叫不止 小帅是个普通小伙 平日里 在父母的财富部里做帮工 那天晚上小树林里的事情 一直让小帅十分愧疚 耿耿无怀 这天晚上 小帅被英俊叔顶上 英俊叔开着汽车 狠狠地撞向小帅 还对着小帅 射了一针麻醉劲 醒来后 小帅发现自己在山洞里 她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面前只摆着一盆水 双手被扣住 想要逃走 却根本无能为力 这一天 小帅的母亲得知儿子出车祸的事情 警察告诉她 小帅很有可能坠崖 掉入海中死亡 但母亲却坚信 小帅肯定还活着 英俊叔去精神病院看望小美 但小美却直接躲进了衣柜里 爱女心切的她 对小帅的憎恨又增添了几分 回到山洞 她用水枪狠狠地滋在 又恶又累的小帅身上 几天后 小美从窗户上跳了下去 选择了自杀 怒火中创的英俊叔 她把所有的错都怪在小帅身上 她决定要狠狠惩罚这个罪魁祸首 英俊叔有个隐蔽的整形手术室 未知就在别墅的副一楼 在伪造了一系列的文件后 医院中的医生集体来到了这里 她把小帅迷晕放在手术台上 医生们进入手术室 正准备给病床上的小帅实施变性手术 醒来后的她 根本无法接受自己即将变成女人 直到这个时候 她才知道 小美在那晚之后的悲惨经历 而眼前这个整容医生 就是小美的父亲 小帅解释说 自己那晚并没有欺负小美 可英俊叔根本听不进去 手术之后 小帅被整容成了英俊叔王七的模样 英俊叔给她取名小白 她一次又一次地 在小白身上做着实验 研究着防火防蚊的转基因皮肤 并且大获成功 让英俊叔名利双双 被囚禁在别墅二楼的小白 根本没有机会走出房间 这一天 在英俊叔为了穿上束身衣的时候 偷袭成功 跑了出去 但大门却被英俊叔用遥控器锁死 无路可走的小白 选择了自我了结 却还是被医术精湛的英俊叔救了回来 就算逃不出去 小白也依旧没有放弃反抗 他拒绝穿裙子和学习化妆 为了打发时间 他开始学起了瑜伽 另一边 英俊叔找到母亲 安排他照顾小白 他在家里装上了监控器 英俊叔每天都会在监控前 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几年后 小白仿佛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 甚至爱上了囚禁自己的英俊叔 面对小白对自己的爱意 英俊叔显得措手不及 母亲金发姐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并对此始终惶恐不安 他解雇了别墅里其他的佣人 这一天 一个身穿奇装衣服的男人找上了门 他是金发姐的私生子 鸡贼叔 从小就坏事做尽 当年跟英俊叔妻子私奔 最后逃走的也是他 原来他这次来是来避风头的 因为前不久抢银行被拍到正面 迫于无奈 只好来投靠英俊叔 金发姐本想在吃完饭后就赶他走 可谁知 鸡贼叔执意要留下来 真知还想让整容医生英俊叔 给自己改头换免 以躲避警察的追捕 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监控中的小白 这个女人竟然和之前的情人一模一样 鸡贼叔的眼中写满了贪婪 金发姐意识到不对 拿出枪想立刻将他赶出去 谁知他不仅抢过枪控制住他 还一把将他绑在了椅子上 二楼的小白听到枪声 却又听不到金发姐的回应 意识到大事不妙的他 在房间里忐忑地等待着 记者叔一扇扇门地打开 疯狂地寻找着小白 发现最后一扇门死死地锁住 随后威胁母亲找到了钥匙 这时 刚下班的英俊叔 在监控中看到了不堪入目的画面 满枪怒火的他 取着枪冲了进来 屏幕外的金发姐 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 然而 英俊叔最终还是只朝着光头开了枪 事后 金发姐淡定地收拾着 英红血迹的传单被录 告诉小白 英俊叔和鸡贼叔是同仆异父的兄弟 虽然两人的父亲不同 但全是天生的疯子 经历过这件事后 英俊叔和小白的关系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英俊叔允许小白可以走出那间屋子 而小白也承诺 不会离开英俊叔 他们就像普通夫妻一样共处一室 但金发姐始终对小白充满了防备 毕竟如此自由的环境 他随时可以偷跑出去 英俊叔不以为然 在他眼里 小白早已臣服自己 甚至还让小白和母亲一起出去购物 这一天 英俊叔的领导拿出报纸 指着上面的寻人启事 小帅赫然就在失踪人口之列 他的母亲从未放弃寻找他 领导表示 已经查出当年给他变心的文件是假的 并怀疑就是英俊叔帮家并求进了他 还利用小帅做人体实验 英俊叔没有承认 也没有否认 默默拿出了抽屉里的手枪 被吓到的领导齐身准备离开 这时小白回来了 他主动承认 自己就是当年失踪的小帅 也是自己主动变心并留在这里的 现在叫小白 看到举止亲力的两人 领导只能信心离去 桌上的报纸 让小帅的灵魂开始苏醒 但小白只能强壮镇定 用抽烟来缓解自己颤抖的身体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让英俊叔对自己彻底放心 晚上 借口出来找润滑油的小白 来到楼下 把抽屉里的枪塞进了自己的手提包 清了清报纸上自己的照片 提着包推开了卧室的门 当心智高昂的英俊叔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时 脸上写满了证据 他早就把小白当成了自己的妻子 小白眼里包含泪水 但还是毅然决然的抠动了白气 文圣赶来的金发姐 看到儿子的尸体后 大喊着要杀了他 这时床底伸出一把手墙 金发姐应声倒定 天亮后 小白回到了家中的裁缝铺 看着这里熟悉又陌生的一切 内心感慨万千 他看见了六年没见的妈妈 还有当年暗恋的女店员 小白告诉他 自己这六年来 经历了绑架囚禁 变性和杀人 并脱下外套 向店员证实自己就是小帅 女店员久久无法边境 泪流满面 文圣赶来的母亲也已经接受了 儿子成为女儿的事实 电影到这话上句号 影片中的小白也就是小帅 这么多年依然不忘自己是谁 也敢于承认自己是谁 他始终记得自己是怎样的存在 虽然他完全可以以女人的身份 开始新的生活 但他还是勇敢的作合了自己 当他走进他生活了 二十年的裁缝铺的那一刻 他的勇气值得倾佩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 我是香蓝 咱们下期再见